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件 全世界最高的山脉圣母峰 爱冒险的登山客毕生一定要挑战一次的终极目标 年轻的日本冒险家已经爬了整整五遍 三年前还因为手指冻伤截肢 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为了战上世界顶峰的梦 尼泊尔每年八十万观光客就有十万人是为了圣母峰而来 但以后圣母峰可不是想爬就能爬 公司说他们会介绍新规则 尼泊尔政府准备立法制定一套圣母峰登山标准 年龄在十八岁以下或七十五岁以上禁止上升 没有爬过六千公尺以上高山也不准攀爬 规范这么严格就是怕再有悲剧重演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踏上世界的顶端可以学到的东西不太一样 像世界有七大顶端 那么最高的就是珠穆朗马峰 八千海拔八千多公尺 那么另外像欧洲 北美洲 南美洲等等 包括了像阿空加挂峰等等这七个 在我们现场有一位女战士了 萧珊姐你好厉害哦 七个你全部都征服过 而且圣母峰你还去了两次 是 第一次是1995年去的 那么1995年的状况真的是 未知比知的还要多 就是比你知道的还要多 而且资源各方面都非常的欠缺 那这个就是1995年的一些登山准备 还有路线还有登顶的一个状况 那一年你二十四岁 是的二十四岁 所以傻乎乎的 我们说去挑战高峰 有两种状况 一种是很熟了 一种就是傻乎乎的 二十四岁我是傻乎乎的 就是胆子很大 是的 是的 那么到第二次的 先跟我们讲一下 二十四岁那次登顶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第一次登顶 说真的只想赶快下山 对 安全第一 那完全因为在未知的状况之下嘛 那你去到那么高的地方 人家说高处不生寒 那是真的 那回来的时候呢 我这跟自己说 再给我一百万我也不去 太危险了 那个在那种状况底下 而且1995年的时候 说真的所有的 包括天气 这些的知识 这些都是很欠缺的 所以我们队员常常在开玩笑说 你要有百分之九十九的运气 是的 所以这是1995年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那个特别困难的是低氧的训练 低氧的训练就是说 我们在高海拔的氧气 非常的比平地还要少 差不多三分之一嘛 剩下平地的三分之一 所以剩下个位数 大概百分之七的氧气浓度 所以走一步呢 要船很久 才能够再走第二步这样子 所以当时二十四岁觉得 给我一百万 我也不去啊 是是 结果咧 为什么又有第二次了 第二次刚好就是 我觉得所有的这个海外攀登 并不是那么容易 它需要有这个 在台湾来讲的话 需要有企业的赞助 会是比较容易出发的 所以第二次来到2009年 其实是2006年开始爬七顶峰 那么2009年登顶第二次的圣母峰 那圣母峰又不同的路线上去的 所以这个这边是南边 南边就是尼泊尔这条路线 这条路线的价钱非常昂贵喔 五万块美金 入山镇而已 五万块美金 那这边的资源就比较高一点 比较好一点 那它的这个路线也比较短 不过经常雪崩 难度更高 所以第二次的话呢 跟第一次的一个差距就是 你变得很像回家的感觉 第二次因为你会 第一次其实在八千公尺 刚走到八千公尺的时候 竟然帐篷在你旁边 你找不到门可以进去 绕了两三圈找不到门 因为累到已经不知所措了 对 那么第二次呢 你已经稳稳的可以知道说 我会在哪个地方 我体力在哪个地方消耗 而且你已经又挑战了 其他六大户嘛 是 所以这个 在这个第二次的攀登珠峰 其实是算在海外攀登来讲 自己的各方面 稍微比较成熟一点啦 所以在这个爬起来就比较顺利一点 那真的学习到什么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是希拉瑞台阶 就是圣母峰的最后一段 这不是摄影棚喔 现场的 好 那这个希拉瑞台阶 就只剩下单行道 你怎么上去就怎么下来 而且你掉下去的话呢 我常常笑称是有如搭高铁 哇 那速度更快了 板桥站不停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呢 你学会专注 你只要把每一个脚步走好 就可以安全的下山 那这个是我觉得第二次跟第一次 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么当然你会变得比较勇敢 而且有耐心的等待 毕竟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呢 是需要等待的 有时候两个星期呢 这个天气不好 有时候来个狂风暴雪 你就要有耐心去等待 要看老天的脸色 是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勇敢 专注 跟这个等待 有耐心的等待 是我在 大山当中受到的事 真的是很不容易 秀珍姐讲起来好像很简单 这个云淡风轻 哇 那个当中 历经了多少的生命挣扎 因为像日本最近就有一个消息 有个一指南 挑战了好几次 最后呢 最后当然是功败垂成 这个是尼泊尔在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有发生了一个强症 那强症之后 因为各地都受到很多的 一个严重灾害 所以他暂时呢 就是不让这个登山客 有没有去攻顶 侧母峰这样 那这个所谓的日本的 这个一指登山客 有没有 叫历程史多 他算是第一批 他打算 原本是希望他能够攻顶这样 就后来之后 在那个距离那个8848 那个就还不到1000公尺的地方的时候 他就觉得他没办法再走下去 虽然没办法走下去的时候 他决定就放弃了 那放弃了之后 他就在他的脸书上面 就这么写了 他说他已经用尽全身的力气了 已经没有力了 然后在这种 所谓的机身的升血上面的时候 爬行的花了太多的时间 那之后的话 他觉得 如果他再继续下去 他是活不回来的 所以呢 他决定要放弃这样 那历程史多呢 在在台湾可能 有没有 在登山界可能比较有名这样 那很多一般的那个群 观众不太知道 他在日本相当有名 有名的地方在哪里 不是只有说 因为他有没有 曾经有没有 有爬过各个六大洲的一些高 高山登顶 这样的一个记录之外 另外的话 还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他在三年前的时候 其实有没有 他遭遇到一次重大灾害 那个灾害是怎么样 就是他当时被困在这个大雪里面的时候 在雪洞 零下20度的雪洞里面的时候 困了两天 困了两天之后 后来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就是 比较很可怜的一个画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洞伤 手都黑了 所以洞伤了之后 他当时的情况就是 这整只手里面 右手大拇指流 所以他其他地方 你看到他都这样 也就是说 他只剩这一只拇指有没有流 所以他才有所谓一指南 这样的称号 所以那个当时 他在生还之后 他有写了一个 那个一本书 就是跨出每一步的勇气 这本书 那这本书的话 的确有没有 我们不知道我们这种 不是登顿高山的 我们不太清楚 就是说 我跨出每一步 到底需要什么勇气 后来说你看完那本书 你才发觉有没有 其实上那个 那个圣文峰那地方的话 空气非常稀薄啊 你每跨出去 而且你要花很多力气 又很多装备 你跨出一步的时候 要花很多力气 你要思考就是说 我到底还能回来 回不来这个问题 然后呢 NHK也为了他有没有 然后就拍了一个 所谓的那个 纪录短片这样子 等于就是 在报道这么一个人 那如今有没有 他就是 目前的话 就是他已经撤下来 那撤下来之后的话 就是 他是有表示说 他这次为什么要上去 是因为 他要帮那个 这个受灾的那个尼泊尔 做灾后的一个 那个募款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希望能够 另外一方面 希望能够就是 振兴他们的一个观光 登山或者观光产业这样子 那 他这次失败 因为他六年来 已经失败五次了 那我相信他 他应该还会再继续挑战 嗯 能够挑战成功 已经算好的 命能够回来算好的 其实在 沿路上 据说有的变成地标了 是 其实就类似像这位这样子 其实他的错号叫 Green Boots 绿靴子 他就是这样 你看他完全跟活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 你看他那个衣服啊 靴子 都还非常非常的鲜明 对啊 那像 这样的人 其实在沿路上 尤其在宫顶的那个阶段 其实你们会常常看到 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人 那他们都是在最后阶段 他一下可能体力不支 有的 你看他有的人就是 坐在那边突然之间就这样 好像睡着那样 其实就已经 就永远醒不过来 就已经醒不过来 那有的 甚至我看到一张照片 他是 他那个就掉下来 从那个悬崴边掉下来 就是被那个登山神缠住 然后就一直挂在那边 然后就永远挂在那边了 就是这样 然后经过人都会看到 那这种让人家觉得很可怜说 照我们人类一般的习俗来讲 你看到应该要把孕下山才对 可是错 那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在山上 我想秀珍去登山过就知道 那个山上实在太困难 那个实在太危险了 就算是雪八人 你就让他们把他孕下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那个等于是 要冒两三个人以上的生命危险 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他已经往生了 何必为了他再多牺牲这么多的人命 所以就只好让他们在那边 那这些人也因为 他们都在一些明显的地方 就往生了 所以经过人 就会把他当作一个指标 久而久之就 我看到这位 那我可能就知道 我就知道我走到哪里了 我走到哪里 离宫顶大概还剩多远 那就变成这样一个指标 那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就是那时候 之前在美国有一个女登山客 她也是在宫顶 宫到一半的时候 她发觉自己不行了 不行就跟她队友讲 那她队友也没办法 因为那个时候队友也自身难保 那她就说 那你现在在这边休息 那我们上去 就他们上去之后 那个女登山客她自己也走不下 她就在那边奄奄一席 然后就有一个南非的 另外的一对夫妻 他们这样经过 经过的时候看到她 这个女登山客就一直跟他们求救 说你们不要丢下我 不要丢下我 可不可以把我带她去 可是当时所有人都自身难保 虽然大家很想救她 可是也没办法到最后 只要忍痛放弃她 那结果这个女登山客就在那边 就过去了 过去了之后 这个南非的登山客她下来之后 心里头一直受到很大的谴责 觉得说我为什么没有救她 为什么没救她 就你知道隔了九年之后 她重新又回去 回去 这次终于找到这个女登山客 她遗体还在那边 然后她当然还是没有办法 把她运下来 可是就在那边把她 就是埋葬 对 把她做一个安葬的仪式 她心里头才能够平静下来 所以这个不管怎么样 对 我觉得对所有登山客来讲 那个都是心里头最大的天人交战 对 而且其实面临很多的状况 连高山上岛雪疤人 他们也没有办法的 就有很多所谓的灵异传说 对 听说有个叫潘疤多姐的一个雪疤 她是这样子 她就是 她是我们目前爬那个珠峰 速度最快的 就是宫顶 她只花八个小时又十分钟 哇 一般是多久啊 秀琛姐 我们一般是十九个小时来回 OK 哇 超厉害 所以这个非常厉害 所以说她常常帮人家背东西 然后上到上面的时候 她就在等那个登山客慢慢上来 那有一次她就是自己冲到上面的时候 然后在一个石堆上面 她在那边休息 就休息的时候 就她突然间亲眼看到 就是一个白色的影子 慢慢慢慢这样飘过来 她本来她以为说眼睛花了 结果她直接看是个人形 然后还伸手跟她要东西吃 所以说她因为这件事情 她回去跟他们那个向导协会提的这件事情 也因为这样子 他们还特地在这边办了一个很大事 甚大的法会 就是说帮这些罹难者的一些遗体 帮他们做一个超度这样子 那另外 也有我们国内还有一个登山家叫高明和 他当时在登顶的时候 他在下车的时候 遇到暴风雪 那当时后来他因为雪疤都撤走了 那他一个人独自在帐篷里面过夜 那过夜当时 其实她说 她回应说 她当时其实已经就是非常冷 然后已经 有点迷流状态 对 她认为说她已经要过去 而且她当时她说 她的那个脑海里就是一幕一幕的那个影像 就是一直在跑一直在跑 她感觉说她可能已经要 撑不住了 撑不住了 可是就在这时候她怎么感觉突然间有一个人进来帐篷 然后一直要她一直要她 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 她没有睡着 那后来她撑过去的 她这样后来到隔天 她也因为 后来还被雪疤上海把她救走了 所以说 这个珠峰上面有蛮多的那个灵异传说 对 有很多的故事 待会还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雪疤人呢 真的是非常重要 而且在这个高山底下 我们刚刚的新闻就说到有个高山雪照 而且最近大陆还拍成了纪录片 就特别在说这一群无名秀 事实上 挑副 扑打这种东西在世界所有的登山都有 那应该讲最敬佩就是雪疤 那负众能力最好应该是我们台湾的 因为台湾的规定没有那么延 像他们在雪疤人在搬身租房 他们整个雪疤人的人口大概只有十几万而已 那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一方面 负重的这一方面的工作 但他们政府就规定 你每一次就是九公斤 你不能超过 因为你那个高山缺氧的状况之下 因为珠峰我去过大本营 我到大本营 到海拔多少 大本营西藏那边五千多 五千二 我到五千二一下车 那个真的是受不了 那个吸进去那空气是冰 然后你再走 事实上大概走四步五步 你就要休息了 一直喘 你就要没有经过训练 就是那时候是跟着一个外警队去 然后前面真的走几步你就休息 你坐在他们那个小饭饭 就不会想动了 所以说你在那种情况之下 你他能背多少也不能背多少 就是九公斤 所以他们人数会非常的多 那他们每一次的收费又不高 一次三千八 三千多块 三千多块台币 那大概是在 以前还算大概是一百块美金 一百块美金一次 那反而是祥岛 事实上一个登山队组成 不只只有登山的人 不只只有这些挑夫 我们讲Paul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祥岛 那祥岛的收入就高一点 因为祥岛还要背负 还要帮忙 有些祥岛还要帮忙背东西 所以说他整个工作来讲 就是 遇 没有路就开路 没有桥就架桥 然后呢 背东西 然后建设营地 然后还要煮饭 生活煮饭 向导 全部都要包含在内 所以他们工作来讲 事实上是很辛苦的一个工作 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登山 大家都会只注意到 这一个登山人 对 他有没有成功 那他背后这一群人 那才是最可 我是个人觉得那这一群人才是最 应该值得敬佩的这一群人 因为包含了 包含之前的训练 像学生前面之前训练 然后这些帮忙训练的人 然后安排路线的人 然后还有实际上山之后的祥岛 挑夫这些人才是最辛苦 像我们台湾最近才是增值一个问题而已 高山向导在台湾的附中规定 一个人是30公斤 哇 所以难怪你说台湾背最重 那个是公用装备 就是帮客人背的装备30公斤 还不加上他自己的装备 如果平均像我好几个朋友都在当POL 他们一次上去 那个大概我把他拿过 大概都是在50公斤以上 那你要想 光在台湾爬这3000多 那就受不了 何况这个是8000多的高山 而且高山的状况就是空气 还有天气非常的不稳定 上广源你就登过在当中北美洲这个麦金利峰 当时的天气状况变来变去 是的 那我是在今年大概6月初的时候去爬的 那个地方就是气候非常难以预测 可能是白天的时候还是好天气 可是一到下午突然就风起云涌 那像那他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办法徒步到基地 也没有办法开车去 你要坐飞机进去 坐小飞机进去 那像我们在外面就是因为天后不好的关系 我们在外面等了好几天 还终于等到飞机进去 然后在攀论的过程 因为天后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我们需要准备非常非常多天的粮食 就是怕以防遇到那种坏天气周期太长 那我们再上次断粮 所以说一个背包是通常塞不下所有的装备 所以在那边还有个很特殊的状况就是 你还要在背后拖一个雪橇 对 那你说天气的变化 如果说是你这边有一张照片让大家看一下 冰天雪地的天气 好那平常如果有太阳的时候 温度会热到让你们有什么样的感觉 会热到你想把所有的衣服都脱光光 对 那体氧温度应该是超过三四十度 对 那如果 但是如果有云雾飘过来把太阳遮住的话 你会瞬间觉得 要把所有的衣服穿起来 因为那个温度又低到零下 对 所以这个天气 这就是大自然的魅力 也是大自然的威力 有人就说登山当中什么时候该等待 什么时候该前进 什么时候该撤退 这应用在人生哲学上也是很有学问的 稍后回来 很多年轻人想要自我挑战来登高峰 在今天现场有很多的配备 如果真的要登高峰的人 一定要搞清楚 千万不要很莽撞 只有勇气而已 因为在高山上 会遇到的状况很多 像川远你有一次 差点连命都没了 对 那一次是 因为 我们知道中恒公路 在天洋它有个上面 它有一个传说中 就是一个跑马场 那跑马场就是说 听说是500 有500甲的草原 那时候 我们是从那个绿水谷道那边 然后沿着那个上面的列径 自己开路上去的 那只能走了大概三个小时 我们终于来到这个 所谓传说中的那个海鼠山 这个地方叫海鼠山 那其实这个地方 原来500甲的草原已经不见了 都长是像这么高的 那种像蕨类的植物 所以说我们草原已经没看到了 那后来我们有找到日居时代 它们在那边留下来一个纪念碑 那这个是它们那个 那个所谓的那个台地 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后来没找到那个就是 没有看到草原 对 那我们就在那边煮那个面 就是准备要吃午餐 那我们在煮的时候 怎么看到一团一团黑黑的那影子 慢慢跟我们靠近 结果我们开头一看 白天还晚上 白天啊 中午的时候 结果一看 哇是野牛 那野牛 滚香而来了 对 因为那野牛其实是早期 就是说后来日本人走的时候 有一些老农民在附近住 有放羊的一些野牛 那后来他们就把他丢在那边 变成那个名湖起司的野牛 那野牛那每只脚都很长 十几只 那就跟我们围过来 就这样慢慢靠近 哇我们都撒住了 他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他到底他怎么会这样过 而且当时我们煮的还是那个牛肉面 你知道吗 所以 哇他要来报仇 这样 统一牛肉面 结果 结果没想到 大家都傻眼的时候 那个狗口竟然说 他就很不够意思 他就说 我就叫你 叫你买统一肉燥面 你就要买牛肉面 然后后来他就 跳到那个蚝溝里面去了 他先逃了 他先逃进了蚝溝了 后来我们不对劲 我们赶快两个也都钻到那个蚝溝 因为那个蚝溝里面 你这样躺着的话 那个牛可能就 他的脚都撞不到你 我趴在那边到很久很久 那牛才走掉 走掉的时候 我们要下山了 牛到底有没有吃面 我不想吃了 赶快撤 要赶快撤了 然后后来 我们要离开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说 那时候狗口就想说 有一条路是捷径 所以狗口就先跳下去了 跳下去之后 就换我 我接下来要跳下来 结果我准备要跳下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我跳的时候 他还说不要下山 跳下来 我就跳下来 捧跳下来的时候 原来他看到一条蛇 那是眼镜蛇 结果我跳的位置 刚好就是在 那眼镜蛇的旁边 而且我那身体整个晃动 这样跳下来的时候 那个蛇 因为他看到有影子晃动 他头就这样 已经拘起来 他准备要攻击我了 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面对面 这样子 然后我那时候看着他 他看着我的时候 我心里想说我不能动 因为我只要一动的话 他马上就点下来 所以说我连呼吸都不敢呼吸 我就这样跟他面对面 对视一下子 后来他才放下来 就走掉了 我那心里想说 就在那一瞬间 我只要稍微身体一动 他就马上攻击了 而且你知道 在那种荒郊野外 在那种没有人员的地方 也联络不到讯号 我只要一杯点到 我可能就要长眠在那个地方 而队友也没有办法再 对 因为背不下来 其实你要庆幸你没有买肉罩面 因为肉罩是猪 野猪比野牛恐怖 是啊 所以那是我在海鼠山遇到一个 最惊险的一个事件 哇 野牛群躬 而且后来还遇到眼镜蛇 那像秀珍姐你呢 那么高的山上没有野牛 大概有牦牛啦 但是大概我是没有遇过 不过在爬七鼎峰的这个过程当中 在阿公加瓜峰 也就是在南美洲安地寺山脉上面 5500公尺的地方 遇过了两天两夜的暴风雪 非常的强烈 那也差一点挂在那里 我还录了一段黑盒子 真的喔 对 想说哪一天如果有人来寻找的时候吗 没有 它风实在太大了 有可能你整个帐篷是会被卷走的 所以可能路的那个照相机 不知道随风会飘到哪去 看哪一天谁捡到 才有消息 各位可以看到说 其实那个暴风雪 你看我已经遮到只剩下两个眼睛了 然后那个雪都可以 已经覆盖到这个整个帐篷 那那两天两夜呢 真的快把我搞死了 看一下这张照片 这真的是很恐怖耶 这帐篷外面全部都是白雪覆盖 而且你们那时候的帐篷甚至还破掉 对破掉 因为风很大嘛 那零下30度左右 那两天刚开始呢 我一直觉得还好 因为这个天气变化本来下午变天是很正常的 可是哪知道说到黄昏的时候越来越剧烈 所以最后我是哭也哭了啦 什么什么做都做了 该穿好的 本来想说下山会不会比较好 结果根本一 才把这个拉链 那个帐篷拉开一点点而已 我连出去都不敢出去 对那一出去可能就卷走了 那风是大到什么程度 我们营柱不是有两个 我们那个帐篷不是有两个营柱插着嘛 对那个已经被吹扁了 我是躺着呢 对他已经吹扁的贴在我的脸上弹回来 两天两夜我都快要疯了 那当然这个最后的是跪下来跟老天爷说 拜托给我一条生路 我就跟这个老天爷说 如果你愿意饶我一命 我回来一定报效国家奉献社会 最后他真的老我一命 我总觉得每一个人都觉得说 这个南美洲的山也不是那么高啊 六千多而已啊 没有圣母峰高 可是每一个人 我觉得你在做这些挑战的时候 总是会有不同的山 是你来考验你的 对 而且有可以学习到的东西 是 是 那在这个圣母 在这个阿公加瓜峰的这个过程 那其实我们常常讲说 越靠近死亡 其实你越能感受生命的珍贵 所以在那两天两夜 其实对我人生当中是 三百六十度的翻转 对 让我变得更勇敢更有勇气 那如同如果各位遇过这样的状况 你再回到平地的时候 你会觉得生活上面的困境 其实是大无间小无 是 大概这样 就没有什么可以难得倒你的事情了 是的 是的 都已经在死神面前 又把命给抢回来 是的 广远你那一次比较特别 除了自己要照顾自己之外 其实已经多久时间没有睡 你还得去救人 对 那是我今年七月的时候 去中亚一个叫基尔基斯的国家 去那边练习技术攀登 那边是一个 算是天山山脉的一部分 那我们去当地爬那个最高峰 叫做西米诺瓦 那时候山不高 大概4875公尺 但是它没有传统的 所谓登山步道上去 就几乎都是将近垂直的冰雪沿地 所以就变成 你要自己找路出来 而且一定要靠工具 所以我们登顶就已经花了 四四个小时 那时候登顶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那我们本来想说 要在山上找个地方入宿 结果因为地形太过陡峭 没有地方可以睡 然后狂风又一直吹 我们就觉得很冷很冷很冷 觉得不行 一定要连夜下车 那我们在快要回到 那个冰河上的时候 我们在做倒数第二次垂降 那我们垂降的时候 会在省尾绑一个结 确保 就是我们在用下降器 下降的时候 万一不小心滑过头 那你的下降器 不会拖出绳子 会被那个结卡住 但是那个结不知道为什么 它就自己松脱了 那我们没有发现 对所以我队友他就这样下降下降下降 欸 绳子没有了 他人就出去了 哇 就直接摔落冰河上 大概滚了二三十米 那当场他的大腿就脱臼 没有办法动 那当时那边只有我们两个人 那电话又不通 所以我变成我一定要独自下山去求救 好不容易找到 找到那个负责 山屋的负责人 就是山下有个山屋 那边负责人 我跟他求救 然后就晚上组织一个救难堆 你又再进去救人 对 因为他们不晓得那个同伴的位置 所以我一定要带他们上去 我们回到那个初始地点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的大概三四点 对 然后又就发现装备 攜带的装备不足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们可能也是临时成军的 后来发现那个地形 比他们想象中的复杂 他们没有办法把那个救难装备搬过去 他们就说 我们走到这边为止 那你朋友怎么办 对 然后他们就说 那个我们已经知道位置了 我们会联络山下的直升机 他天一亮就会 带直升机上来救援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等到大概 早上七八点 终于看到直升机 嘟嘟嘟嘟飞过来 所以终于最后是一个平安的结局 所以在爬山的过程当中 你也学到了 有的时候撤退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撤退真的是需要勇气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能去要做一个海外的攀登 那可能事前会做非常非常多的训练 你可能花很多钱去买那种技术装备啊 什么东西 你去国外爬山你的申请费用也高啊 还有机票这些费用 那或许你是找也可能会找企业赞助啊 所以你就会有那个必须要完成任务的压力在 嗯 但是有时候那个就是可能运气不太好 那个老天爷就是不让你上去 那个气候真的是太过恶劣 如果企业赞助如果没有达成任务的话 你们要赔钱吗 不用 不用 但是你会有那个心理压力 会就感 嗯 所以在登山的过程当中 现在其实很多大学的老师也都在教 就是在当中可以学到很多对人生 家庭职场都是可以印证的吗 当然啊 因为其实登山当然如果你只是平常走那种步道那种不算了 你就登那种比较危险的山的话 第一个你团队的能力 你跟团队相处的能力之间领导统预的能力 你一定要有 第二个就是你对在野外的求生啊 包括对野外的适应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都必然大家都很理解 那第三个你刚刚看秀珍跟广云就知道 因为他们其实都慢慢就培养出来讲话都很冷静 然后很沉着很理性的去思考 我在面对危急环境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处理 而且随时都要判断做判断 因为你判断错误可能就是生死存亡的关头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那再来呢 其实你多去这些大自然的环境之后 你自然而然会培养你对大自然环境的一种喜好 那也会珍惜地球的资源 就不会像一般的人 我们一般都市人可能就随便想说 每天用光也无所谓 反正也不干我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会自然培养出来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我个人觉得就是对你自己个人能力的理解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人毕竟是一个生物而已 我们每一个人能力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你要理解自己的能力到什么程度之后 你才知道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做 什么事情我不能做 那这样对自己在未来的发展上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不像很多人就是如果单纯只有自尊心 自傲心 可是你没有对自己能力彻底的了解 那你可能就会做出很多你根本达不到的事情 到最后造成很多遗憾的结果 对 所以像俊杰你自己呢 也登山 然后也救人 你在当中更有一些人生不一样的体会 他每次我在爬我都想一件事情 爬到这边来了 不行了好喘 要继续吗 我干嘛那么笨来爬山 然后想一想 如果我这次不走完 我下一趟 我还是要走这么累这么一段 好吧 那休息一下 再走 但当你走到三角点的时候 到最高点的时候 尤其很多都是晚上工顶 像在台湾爬山都是晚上工 然后白天到山顶上 这是居多 像玉山就很长 当你站在那个山顶上 看到日出 看到云海 泡一杯咖啡 坐在那边欣赏到那个美景的时候 那个好像感觉就是世界上 那世界是很美好的一种感觉 那当你要下来的时候 你会想 啊 现在又要下去了 不走下去也没人可以救 好 还是要走下去 那个毅力跟整个 这个处编不经那个态度 因为有一次像我在爬 结果我落对 我走到最后面 那我背的是我个人的东西 跟一个帐篷 外帐 食物 全部都在别人身上 全部都在别人身上 那我就一个人走 那天又下雨 那雨衣 雨衣基本上都已经 都在外面里面试的差不多 到四点下午大概三点多 那到底要不要再走下去 想想算了 不要冒这个险好了 就帐篷一搭 那 那两个人都很知道 只有内脏 没有外脏的帐篷 基本上是没有用的 只能防一点风而已 那睡袋 也在别人身上 也不在我身上 我身上就只有那套衣服 你干的换下来 还是一样湿没有用 那个晚上 整个晚上 因为 他们应该想说 我爬过没有问题 然后 那个晚上就坐在那边 连睡都不敢睡 为什么 因为我很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万一我睡着了 今天我就不会坐在这里 因为那个气温 那个两千多接近三 那个气温 是很恐怖 所以很多人是 会去轻忽一些细节 就是 我觉得整个人生都 不会像 爬山开始 不会像以前这样子 可以过就好 可以过就好 反而会去想 我这段如果不怎么做 我会怎么样 会去想更多 对 真的会这样子 而且大家都觉得 上山很难 就像其实人生一样 你在爬山坡的时候很难 其实你下山也是困难的 下山是够 所以你在走每一段的时候 其实都是 那种人生映照过来的那种体会 广告周浩来看 刚刚提到说 规划啦 配备啦 还有在山中一些奇特的事件 稍后回来 登山要用脑袋 勇气 而且有一些配备是需要的 像秀珍姐这样的大背包 如果在台湾的话 什么情况上用得上 一般我们来讲是长城重走 比如说巴朗关走到这个南部 中部走到南部这样的一个 中央山脉重走 都需要这么大的背包 那这背包呢 使用其实是很有趣的 它是随着历史一直演进 那我们一般下面会放睡袋 还有雨衣 也就是说紧急的时候很容易拿到的 那这上面会放一些比较小型的东西 但是呢需要的 比如说糖果啦 就是头灯啦 巧克力啦等等 就是那些可以随时可以修用的 随时很拿 很方便拿 因为有时候你在森林里面砖 或建筑林里面砖 你把背包拿下也是不方便的 那这两边有的放水壶 有的时候就会放冰斧 如果是在冬季的时候 就会放这些东西 好 今天广员帮我们带来了好多的配备 像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冰斧 这个技术冰斧是用来做冰攀用的 就是说你可能遇到一些 比较垂直的冰地的地形 那你不可能用手去抓 你变成要用冰斧这样砍上去 我们只有在电影当中看到这个画面 一般是这样两只一堆 那同时会用到哪些东西 同时像这个冰攀绳是一定需要的 它就是它绳子本身有防冻防水的效果 对 你要把它绑在身上 然后就是 这是救命型 像你在攀爬的 攀爬的时候 我们会有神队的一个攀爬 所以这些装备都要会使用 它操作在雪地上面操作 那你一边攀登 你可能就会在中途打固定点 那像这个东西就是叫冰螺酸 它是在冰壁上面打固定点 你可以遇到冰壁就这样旋开 然后转进去 它就会卡在冰里面 然后你再把你的绳子挂上去 这样你在不小心最弱的时候 它就会拉住你 所以保密的每个环节 那这个是雪妆 那跟冰螺酸不同 就是它是打在雪地里面 那它的作用是跟冰螺酸一样 就是打固定点用 对 还有这个 这个是跟大家吃东西有关 对 这个是在高海拔用的系统 那它在烧水的时候非常快速 它可能在平地的话 也许煮开水只要一分钟左右 就玉山三分钟 玉山三分钟 我试过了1.7公升 所以越高山其实越难 当然 那像它是这样子 锅子底部有这种特殊的锅 它可以跟它的专用炉头做贴合 下面会有一个瓦斯炉 对 下面还会再装一个瓦斯 瓦斯 它这样的话就完全不用考虑风的问题 好 另外还有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薛文姐这是什么 这个是在攀岩用的 对 它是锁在那个盐缝 盐缝里面固定 也是一个类似攀灯 这个固定点 色固定点的东西 对 其实它的用处就跟像 都要配合这些 都是一样的 它是作用在盐壁上 对盐壁的 把它塞住 它像这种东西 它就是比较大颗 它就是塞盐缝 那像这个盐钉 它就是打那种很细很细很细的小缝 好 那秀珍姐 你今天还有特别一些东西 要带大家来看的 对我们在麦肯尼 刚刚说的麦金尼山 它还要多一双那个熊掌鞋 熊掌鞋就是预防 它的面积比较大 所以如果地上有这个冰河裂隙的话 就比较不会容易直接掉下去 对 如果就是还有就是 如果雪地太松软的话 你如果直接穿登山鞋 你一踩就陷下去 那如果穿熊掌鞋 它的受力面积比较大 就不会陷下去 所以其实我们这些看到的这些专业装备 在一般爬这个海外攀登 其实都是需要的 这些都是要学会要背的 那这个也是到这个麦肯尼里面 所有的装备里面 还有包括雪崩的探测器 这些都要学 雪崩的探测器 是的 万一你被雪崩埋了我们有机会 我们有探测器的话 我们彼此可以找 可以互相找 对 它有一定的这个安全距离可以找 所以你看专业配备这么多 每一项 非常多 加一加要40公斤 40公斤 对 在这个我们刚刚广源有讲的 拉雪橇 我们要学那个雪橇拳 有没有 后面拉雪橇 对 而且每一项跟你 能不能平安回来都有关 而且都要靠自己的 真的 好 谢谢两位 好 那像孝诚哥 你不是走这些高山大山 你是走古道 但是有一次你遇到了 很熟悉 怎么会从不回来 我如果跟两位来比的话 真的蛮丢脸 那讲出来的时候 真的丢脸丢死了这样 那个是在民国69年的时候 各位要记得 民国69年的时候 没有网路 没有GPS 当然 所以所有的登山的话 必须要有所谓的前辈 或者我们当时学 那时候念高中 就由我们的学长告诉我们 带着我们去走 其实那个地方是怎样 是平常我们时候走的是 从平溪 这样上去 上去的时候经过牡丹 然后贡寮 然后呢 就走在后面有个古道 那是宜蘭 到台北这边来的 这样子以前就是 可能鱼啊盐啊这样子 要送来那个古道 我就跟另外一个同学 两个人 我们就讲说 之前我们都走过四五次 我想再走一次 这整个活动在举办前 大概四天 我们再走一次好了 所以我们两个人 就带了那个很简易的装备 为什么 一个背包里面有没有 雨衣 然后呢一件风衣 那个开山刀 再加上水 还有包括那个什么 那个 什么东西啊 当时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很简单的东西这样 拉拉了 两个人就上去 因为在想 你当天的话 平常时候一大早去的话 下午大概至少 最晚五点一定能够下山 而且能够到达那个 所谓的大理车在那边这样 没想太多 我们两个就这样上去 因为上去的时候 到了那个贡良那个地方 去的时候就已经有看到 有一个墓在那里 而且还是清朝末年那个墓 上面还有写的清光 清什么光绪 还是什么这样 那结果那一次 我们两个人去了 一去的时候 看那个墓已经被刨开了 刨开应该是剪谷 后代只能把它剪谷 剪完谷之后呢 结果 那前面还是有个小溪 就我们就要 本来平常过去的时候 是踏 跳过去就好了 就没想到那个小溪 多了一个东西 就是棺材板 就在棺材板 看板那个地方 它翻过来 然后架在那个 一个小溪的两岸这边 有点像是一个小桥 变成一个小桥 对 我那时候在想说 到底要不要踩过去 因为踩过去就不用跳 这样 那结果我后来想一想 棺材板看起来很毛这样 我就干脆有没有 就用跳过去 结果我另外那个同学很假 我就开始想不要踩 他就讲 没关系OK啦 无所谓 那就踩过去 一踩过去之后 走到不断 不到大概20公尺之后 它会有 以前有一个 因为有水 有野牛 所以它会有一个 那个铁篮 铁丝栏杆那边 我们两个人就这样 一关过去的时候 过去的时候 只有一条路 以前只有一条路 就有一条路 我们两个人 同时这样的翻过去 从那一起来一看 傻眼 傻在哪边 两条路 而且那边你们 整个四五次了耶 一个是往这边 平的这样 然后我们那天想 怎么可能 怎么会什么时候多出一条路 多出一条路 什么状况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说 左边右边 就我那同学也跟我讲说 不晓得 后来我们两个竟然 不应该有同学讲 左边 就很怪就左边 小朋友就一直走 本来照理来讲的话 差不多到四五点钟 你就可以到下山 就我们那天走到了几点 走到五点多的时候 我们就还看不到 看不到那个下山的路 以前我们的学长 跟我们讲说 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只有几种方法 第一个的话 有没有就是 继续往前走 第二个方法的话 就在原地有没有 就留下来之后 两个大家抱头痛哭 哭天喊地有没有 他说阿弥陀佛 什么都喊就对 应该比较好 我们那时候觉得说 应该是有遇到什么东西 我们就知道 拿开认答我们 要乱劈乱砍这样 那一段砍的时候 后来是我同学就开始就崩崩 他先崩溃 很抱歉不好意思 同学 我知道你现在当总经理 但我还跟你讲 你真的崩溃 哭的有没有 真的是有够难看这样 哭到一个不行的时候 他喊阿弥陀佛 就是念佛号 法号 这样 阿弥陀佛 然后我就想说 有什么惨吗 后来我也开始念 念完之后 没多久的时候 我就抬头一看 我就看到一个 让我真的既高兴 又熟悉的东西 就是那个登山色的时候 那些山友 他们都会绑一种白 绑布条 绑布条 就像每个有 大部分黄色橘色比较多 我就看到一个 黄色的一个小小的 一个短布条这样飘 就在我上面 大概两公尺 我想 我真的是看到救星 我想那应该是那个 后来就跟我同学 想说不用 我觉得我们已经 应该得救了 然后他说应该路就在我们上面 我们搞半天的路 一直在我们上面 所以你们那时候 一上一下的路 就走了那一条 对 结果后来之后 我们就往上爬 爬上去之后 终于找到原来的那条路 就比较熟悉的路 下山之后 两个人到了车站的时候 已经是九点多 九点多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浑身狼狈的要死 因为那个山里面的话 除了有那个荆棘之外 还有那个什么刮蚌 就是那个蚌草会 对吧 自己我们就刮了这样子 很狼狈这样 回去之后呢 我同学就病了三天 这一类的事情 其实俊杰也遇到很多 对 有一次 有一次是去爬 库阿诺星 就是南河库阿诺星 然后上去呢 我们先去攻库阿诺星 回来 因为隔天要攻关山 所以我们就在山屋睡觉 那那个山屋以前是这样 就是一个门进去 一个小玄关 然后就一大片的通铺 那 因为我喜欢睡比较外面 我就睡在门进去的这个位置 睡着睡着 突然十一点多 眼睛突然睁开 那我头这边 我看的对面是一个玄关 这边也是一个床铺 就一大片 我看到这边有一个人坐着 就这样看着我们 这样看过来看过去 这样一直看着我们睡觉 然后 我想说 他不睡觉干什么 明天不用爬 然后 算了不理他 睡到一盖睡 那隔天早上起来 那个人不见了 那个人不在 那我隔天就跟朋友讲说 昨天晚上 有没有看到一个人 没有 我昨天晚上有人进来 他不睡觉 他在干什么 他说 你回去 先去庙里走一走 我说是什么回事 那 好 然后就也不想什么 我就去庙里面走一圈就回家 然后隔大概两三个月 去到那边他的管区是天使 天使派出所 天使住 南海的天使住在那边 在那边聊天的时候 然后刚刚有放一个资料 就是他们在整理历年山难的资料 结果一看 这张照片怎么那么熟 哈 该不会 我说结果这多久了 他说没有多久啊 这两年的事情而已 这两年的事情 就是那一个 别忘了 就是今天 你们下午安 都不不舒服 明镜头 感谢观看